16580元起,奔达两款250V缸巡航抢新上市 新车搭载了同款自研水冷250V型双缸动力总成 实际排量249cc,最大功率19千瓦 5500转即可爆发24牛米最大扭矩 账面抵扭特性,有着较好的坚固 灰时250现实指导价,16580元 新车延续家族式外观设计,细节上更显精致 油箱造型棱角分明,配上饱满发动机,更显力量感 新车整备质量177公斤,坐高720毫米,油箱15.5升 适合日常骑行,外观也是大众审美标准,简约而不失精致 而外观差异化定位的拿破仑250则是以机械复古Bobber风格让人眼前一亮 新车限时指导价17980元,前后18寸车轮设定,配上分体手把,调性十足 前悬架采用的多连杆形式,取代以往机械复古Bobber的老式弹簧头 机械感得到保留的同时,舒适性、支撑性得到保障 后悬架同样采用多连杆形式,双边弹簧设计,提升支撑性以及耐冲击性 除了新颖的悬架设计,以及颜值上的颇多看点以外 拿破仑250与灰尸250同样搭载了TFT仪表,滑动离合 前单盘配对象四活塞卡钳,后单盘配对象双活塞卡钳制动 以及由博士提供的D时代ABS系统,同样适配TCS牵引力控制 两车整体配置等级均有越级表现 关于奔达两台新车,大家有何观点?欢迎评论区讨论